几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建一个新的专案 所以你有一个project,这个新的project我想各位就是取名叫做CH04 上面这边有个名称CH04,底线ATM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想跟前面做法都一样 所以你就先把这个专案先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呢,再来做第二件事就是ActiveMan 反正我们一定专案建立做画面 画面做好之后,记得最后一定要存档 存档完之后呢,再来撰写程式 反正呢,无论怎么样,反正先把程式 把画面先做出来,再来撰写程式 我想这个应该就,反正你就固定这个模式吧 往后的话你也不用去想太多 照这个步骤做就好了 你不要跳着做,像之前有同学 先去写程式再来弄画面 结果就会出很多问题,为什么 因为后面的程式,它基本上一定会先做一个什么 FindView ID 那你这个ID,画面上面都还没做的话 那你根本就找不到它 找不到它程式怎么会是对的呢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而且呢,如果你没有存档的话 因为你存档之后呢 大R的登录档里面才会有后面那个ID 所以很多同学是做完了很开心 赶快去写程式发现奇怪 怎么Find都Find不到那个ID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存档 没有存档它就不会帮你登记在R的登录档里面 大概这个观念有的话 基本上后面在撰写程式 的错误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那个是经验值问题 很多同学就是,当然就是你要步骤对了 第二个还是要细心 因为很多时候错误通常是发生在那些比较细微的小地方上面 那些细微小地方 因为我做的过程都很注意 所以我比较不会发生那样的情况 所以你们看我做程式 写程式的时候也比较少发生那种情况 可是花咪切回去 好像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都会发生 那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些同学就是跳着做 也许有的时候,刚好我讲的时候 大家可能恍生,没听到 然后那个地方就没有照着我方法做 然后就会出现某种状况发生 我也好啦,有时候我说真的 我实在也不知道知道说 为什么会发生那种情况 我慢慢的因为各位给我的feedback 我才知道原来会有这种可能性发生 所以很多的状况实际上也是同学给我的回应 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存在 那不稳定的因素 其实前提是你也不稳定 他也就更不稳定 但是如果你前提是你很稳定 他也会很稳定 所以这种互动关系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有时候是一种经验 经验法则 有了经验之后 你无论做任何开发新的环境 新的专案或者是用新的环境 那因为观念正确 使用的观念正确 自然也比较不容易出现衍生性的问题 OK 就像是很多东西 像我的东西 我用的东西都可以用很久 一直都不会坏掉 像我很多的东西 一用跟我用了 跟我很多年 都还蛮稳定的 可是别人东西就蛮坏 像车子好了 像我的车子好像都很少会坏掉 那为什么奇怪 就是同样的车子 别人开很容易就坏掉了 那师傅就常常跟我讲说 可能是使用习惯问题 因为我会比较注意一些细节 操作的时候对它温柔一点 自然它就比较不容易出一些状况 OK 所以这个导致 OK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请各位就是设计的时候 大概稍微注意一下 也许就是上面也许再放一个AD test 我想应该没问题 AD test 在WIGI里面的话 你又往下拉 反正因为我输入的只能是数字 所以那你就用LUMBER就可以了 这个LUMBER 它的还蛮好 就是你拉过来之后 以后的话 它就只能够让你输入LUMBER 你不能输入其他东西 这个导致还蛮不错的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尽量避免掉很多的问题 你也不需要在程式里面 还要判断说 到底使用者是不是输入的是一个数字 因为它如果输入不是数字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你程式是会 有BUG或有CLASH掉 不过这个问题 因为它已经前端帮你COVER掉 用一个属性叫INPUT TYPE 它自动帮你COVER掉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设定的最外层LAYOUT 那最外层LAYOUT 我们本来是改成就是LINEAR LAYOUT 那不过这里的话 请各位 试着也改改看 用TableLAYOUT OK 那这个TableLAYOUT的话 本来我们是用LINEAR LAYOUT的Vertical 不过TableLAYOUT的话 你不用管它Vertical 或者是HONING RONTAL 水平或垂直 但是你只要对应到里面的东西的话 本来也是LINEAR LAYOUT的HONING RONTAL 那你只要改成什么 叫做TableROW就可以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里面呢 大概把原来的LINEAR LAYOUT 或者你原来是RelativeLAYOUT 你就改TableLAYOUT 然后里面的话 横向的 你干脆就改TableLAYOUT 不不 TableROW TableROW 那它的概念就是 有一个Table 里面就画一横 横向的东西 一样放里面 Button总共会有三个 那你会发现 Editas不用啦 Editas本身 就外面不用包TableROW 但是如果说 你里面会有三个按钮的话 记得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TableROW 所以你先丢一个TableROW之后 再放三个按钮 然后底下当然 你做一个TableROW之后的话 其他的可以复制贴上 或者是说 如果你已经用了LINEAR LAYOUT的话 你其实还可以改 那改的方式的话 就是直接把这个地方 直接游标放这里 打个T啦 我觉得它这个蛮方便的地方 它会自动帮你提示 但是它这个有个问题 就是全形办形 我觉得奇怪 它这个全形办形 每次都要自己再切一下 这个自动会帮你改成这个全形 不没关系 把它改一下 那你打个T啦 它会自己提示 而且它甚至会很聪明的 你刚刚有曾经用过了 哪一种的那个 比如说LAYOUT 它会自己跳出来 TableROW Enter过 而且它很聪明是 你上面改了之后 下面呢 也会自动帮你改 所以其实我觉得 Henjoy Studio 还蛮OK的 蛮顺的 用起来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要改的话 不过就是注意一下输入法 输入法没有问题的话 打一个T TableROW 按个Enter 下面也帮你改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还蛮流畅 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回过头 如果没有红色的字 那基本上应该 那因为呢 它里面呢 TableROW里面 一样会有个Gravity的属性 一样本来我们已经用Center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需要更改 就是Gravity只是对齐方式啦 在TableROW里面 一样会有这个属性 除非说它如果没有对应的属性 那你记得就把它删掉 否则的话它会产生错误 最后记得把它Safe 再切回到Design 所以两边可以看 你会发现 做出来结果呢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呢 在这个上面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里面全部都是TableROW 全部都变TableROW了 OK 那其实弄起来 差异性不大啦 只是说多一种 这个排版的方式 那这种排版方式的话 我觉得Table的排版 可能有时候复杂度 可以排的会比那个Linear的 要来得更高 因为Linear不就是纵向 不就是横向 那Table的话 至少它还可以有一个 一个表格 一个储存格的概念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再去了解 那至于 还有其他的那个 排版方式 有这些啦 像Fragment 或者是说Relative 那Relative不是说不能用 只是说它不好用 那当然如果你用得顺 我想也应该没问题 所以也许你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再Try一下这些Linear OK 第一个Linear部分的说明 第二个的话 其他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 假如说要增加其他的东西 包括就是说哪些的元件 那你可以在上面 也许增加一个ADTest 这个有点像 跟那个昨天那个 前天那个范例 是很类似的 只是说前天那个范例 是用那个什么 用TestView 那有同学说前面多那几个字 为什么不把它分成两个 有没有 TestView前面是 什么请输入什么 什么什么 对吧 其实也可以把它拆成两个 一个TestView 一个ADTest 这样就不用说做删除 还要判断说 它是不是五个字 就不用了 OK 那这里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一个ADTest 给使用者输入 那输入的只能是Lamber 所以Input Type 你要先确定一下 是不是 那个一定是那个Lamber 所以你如果Input Type 假设不是的话 那你可能要做一个变更 Input Type 那Input Type除了说你可以用Lamber之外 其实我还建议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干脆用Fone就好了 有没有 它其实也很像 那个数字 就是按数字 那个那个手机 那有时候那个Lamber 它跳的键盘 会是完整的那个键盘 那有时候你会想说 那有些其他我不用啊 那你跳出来感觉有点干扰 那你干脆的Input Type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Fone Fone的话它会跳什么 它会跳那个电话号码的那个 所以这个你也可以试试看 不同的Input Type 也有不同的效果出现 那底下的话就分别放了 总共会有12个按钮 那这12个按钮呢 基本上我们大概实作起来 大概就是会希望这个清除 这功能跟之前很像 就是你输入一个密码 然后呢 让它可以把它吃掉一个就可以了 吃掉一个跟之前一样 然后确定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先输入密码 如果密码是123456的话 那就跳出TOS 密码正确 反之就是密码错误 那我们后面会做一些变动 就是TOS可以把它改成 用图来取代 OK 然后这个上面的数字 将来如果你觉得这个数字呢 是丑丑的 你希望把它变更成为图的话 那这个是下一个版本 我们可以去做变更 大概会有这几个变更 然后按结束的话 我会希望能够跳出什么 跳出一个RN Dialog RN Dialog上面就显示说 是否结束 你确定要结束吗 OK 然后应该就两个按钮啦 确定或取消 如果他按确定的话 那当然就确定就把它离开 离开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指令 一行程式而已 就是Finish Finish呢 意思就是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APP 从就是直接结束掉了 所以你打个Finish 小瓜糊 分号 就结束掉了 OK 那这个等一下也会讲 所以请各位 先把这个画面部分 先完成好了 那主要是配合那个TableRoll 这个地方我想 改一下那个TableLayout 然后TableRoll 其他部分的话 再要稍微了解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有点模拟那个ATM 然后主要TOS的部分 就是做判断 如果密码正确 就TOS的出密码正确 反之就是密码错误 那TOS的部分的话 会有几个变化题 就是变化它的那个 就是把文字变成图 那第二个是说结束 结束就是Ellen Dialog 就是会跳出一个 是否结束的讯息方块 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